兜驸馬 恭喜啊 別這麼客氣 還是叫我浩都吧 好啊 浩都 公主呢 淑宇哥哥 你怎麼來了 我還以為是長哥呢 我是來替長哥送東西的 這把扇子是長哥日夜 趕工親手秀的 是送給你和鳳馬的新婚禮物 長哥呢 走了 他害怕告別 尤其是和你 所以托我轉交這份禮物 他跟我說了 你永遠是他心中的小兔子 一定要幸福快樂 這對鴛鴦是我的心意 這對鴛鴦是我的心意 豪獨 樂妍可是我永遠的妹妹 你不能欺負她 她要是不幸福 我可是會把她帶走的 放心吧 你不會有這個機會 你不會有這個機會 好獨 我好怕我再也見不到長哥 放心吧 我都打聽過了 你阿爺派李靖率兵前往丁香 他可是我阿爺利盡之人 再加上長哥的精明 他們一定會沒事的 樂妍 我有個不情之情 你我二人之間 還須說這個 我阿爺的身體 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最大的心願 就是看到我們晚婚 但我怕他堅持不到那一天 我明白 我們先在杜甫 辦一場小型的儀式 沒有王公貴族 只有你我二人和 和阿爺 但是我怕我委屈了你啊 不委屈 能夠完成阿爺的心願 樂妍覺得很值得 你是不是怕我死啊 沒有 阿爺一定會哄服齊天的 越來越不像話了 自作主張 你匆忙地提前操辦婚事 就不怕委屈了公主 樂妍說 她不委屈 而且我已經向陛下請罪 陛下已經批准了 一切從前 公主是怕你為難 能娶到如此體貼的妻子 福分啊 是 孩兒一定好好對待公主 小鐘陛下 那阿爺 你有沒有什麼親朋 要來一起觀禮的 你們既然決定一切存見 那咱們此家人團團圓圓圓足矣 再說我這多病之趣 也不必讓親友徒增掛礙罷了 阿爺 阿爺 您一定會好起來的 我的身體我自己清楚 倒是你 跟著李進去攻打定鄉 是多好的建功立業的機會 可你卻為了我放棄了 別以為我不知道 阿爺只有一個 建功立業的機會有很多 我只是不想讓自己有任何的遺憾 還說不怕我死 聽說 李長哥也去了定鄉 是 婚禮結束以後 你即刻啟程去定鄉 如果李長哥死了 你如何向公主交代 可是阿爺您的身體 我你不用管 你能提前操辦婚事已經算是今宵了 現在是非常時期 你要向陛下盡忠 也要替公主保護她在意的人 這是你為人夫應該做的 孩兒明白 那阿爺 你一定要帶我回來 定鄉沒有結果 阿爺不會死的 阿爺 他來了 現在是你 阿爺 你現在認識了嗎 那就有一個人 那什麼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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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已解入骨 用尽一生去投入情注 温馨为何物 操我世俗 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 在天空飞舞 只要你能够幸福 我 我现在 觉得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 我都有一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结发妻子了 我们二人 不离不弃 至死萧遂 那娘子 我也发誓 新婚之夜 不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我信你 可是 我过了今晚 就要去定乡了 你必须去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保护好你自己 保护好长歌 协助理工 铲除异成 我和阿姨等你回来 一定 我什么都听你的 哦 我 说